上海拥有20条地铁运营线路 500多座地铁站 通过这个总理乘数全世界第一的地下交通网络 你将去往哪里 可以带上我吗 请问一下您是哪站下车 交通大学 从桥路 上海图书馆下车 去那边有什么安排吗 医院在那边 我去医院上班 周末还要上班 医生他不分周末的 辛苦辛苦 跟朋友约了一起查看 去国富云做一个产检 我要去做一个艺术餐会 你是厨师吗 去做饭 不是 我是负责餐厨的布置 这个是用来布置的吗 你手里拿着这个 这是一个花瓶 比如插花是吧 就是我们今天会插一些瓜果蔬菜 瓜果蔬菜插在花瓶里 是是 挺有意思的 我能不能跟你去看一看 可以 插花我是见过很多次了 可这插蔬菜 还正是第一次听说 你怎么会想到 用花果蔬菜插在花瓶里 其实主要是贴合 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用一些 夏天的瓜果蔬菜 布置整个餐桌 整个的聚餐 我们也是以这个为主的 既然是餐会 插点果蔬确实应景 不过听蘑菇说 这果蔬也不能随便插 还要配合当餐主题 今天餐会地点在哪里 我今天要去五元路 朋友的工作室 它的空间很漂亮 也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餐食 我们会路过屋中市集 在那儿买点菜 然后一起过去 先去买菜 是 敷衍路上购置材料 主打的是新鲜加随性 你一个小孩要买什么 偏硬脊一些的 要一个西兰花 大一点少一点 大一点吧 你可以挑稍微品香 不是特别好的 如果说是为了新鲜 可蘑菇却挑选了 品香生训的食材 因为大家都会挑嘛 所以可能有的时候 会卖不掉 会变成餐饭的一些成本 所以我也希望说 挑一些 对 吃 吃 买上稍微差一点 你帮我来一个姜豆吧 那个小萝卜 小萝卜 番茄是你们家的吗 对 都是我家的 香 如果说是为了随性 蘑菇选材又直奔主题 绝不啰嗦 你现在已经有想法了吗 如何来布置你的这个花瓶 我会把这个姜豆做成花的枝干 然后一些线条的 一些线条的感觉 看样子今天的果树花样 蘑菇早已胸有成竹 我就拭目以待吧 就这儿我们进去 这就是我朋友的工作室 对 哈喽 你在地点上碰到了 你好你好 你这工作室啊 像个博物馆一样 那要不总到现在参观一下 参观一下就没有好 庭院清幽 内设雅致 几组简单的边柜和中桌上 陈列着各式各样的杯碗盘碟 可每一个都不太像 能拿来吃饭的样子 我们这边是手作器舞的工作室 这都是自己手工作的 每一个步骤都是 所有的匠人手工制作完成的 我们会看到有陶器 有漆器 有金弓 有玻璃 等不同材质的都有 这个作家是叫松丰成伟 他是来自于锦德镇 我们概念当中的化妆图可能是白颜色的 但他的自己有独特的调配调出来的药油 做出来是像这种比较深的粗糙的这种 对 这个作的像出土文物 很有年代感 对的 它其实是陶的 有金属的质感 这一件是漆器的一个作品 它是木胎的 比较特殊的是包了一层手工的纸 然后在外面上的大漆 其实它防水 防油 也耐高温 跟普通的陶瓷器一样使用都没有问题 从我开始参观 军道的眼神和话题就没有离开过这些手作 看得出它十分真而重之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类餐具啊 茶具 我觉得手作的东西有温度 更具特色 另外一个我们提的概念就是 你看到很多扑尔瓢盆 我们提倡日用之美 有水用价值 对 不光是摆在那里好看 对对对 这一类的东西会让你重新审视你的生活 去认真对待你的生活 然后慢慢地开始享受生活 转了这么久 我才想起今天的餐食筹备得怎么样了 我太太比较喜欢料理 她也算是美食博主 哇 你这都做得像艺术品一样 也是家庭料理为主 西餐中餐都有 都有的 这些令人垂涎欲低的照片 让我感觉今天来得太超值了 不仅有果蔬叉助性 还有美食博主准备的一桌盛宴 我看到你做的菜好漂亮啊 今天先准备做什么 以现在的时令蔬菜为主 因为最近黄梅天比较闷热 会做一些比较凉爽清爽一些的东西 现在的藕袋 还有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沙葱 也是这个季节的食材 等待美食的过程中 我也没忘记今天来的目的 已经开始工作了 对 让它地铁上在想 这个蔬菜怎么能插成花呢 我可以给你打打下手 剪刀一看就专门剪蔬菜了 好好用啊 有了专业工具的加持 让眼前的果蔬叉 看起来更为精致了 是不是学生姐 不不不不不 还好你给我留了一个 你刚才剪下来的这一些 就是卡在它这个位置 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像荷叶的样子 西兰花 姜豆和小番茄 普通随意的几样蔬菜 却在蘑菇的手里 被摆弄得服服帖帖 漂漂亮亮 这是它特别的天赋吗 之前也会去学习一些 插花的课程 那时候是在山里学的 能找到很多山里的花花草草 回到上海就觉得 平常每天能得到的 其实就是这些刮果蔬菜 就地取材 之前还用线材 那个时候上海有一个台风叫烟花 那我用线材做一个 做个台风 那个烟花的台风 做个烟花 奥运会的时候用油卖菜 做了基建 蔬菜它其实在家里面 又赏心悦目 接下来还可以继续炒菜 也是一个很环保的事情 每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家 早上看看书 下午就用蔬菜插插花 然后到晚上就把它插的蔬菜炒了吃了 品香不是那么完整的蔬菜 其实它也有很多造型 我们把它在餐桌上也可以展开很多的想象 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这次的想法其实是以夏天的画为一个灵感 之前看到万中老师的画 核糖月色的感觉 比较特色的水墨 有一些线条 我们用胡萝卜 小番茄作为像是荷花的点点缀缀 用姜豆去做它的核杆的这个叶子 衍生出来 好像也没怎么刻意造型 今天的果蔬花就插好了 今天我们就完工了 我觉得最终 这个葱和这个姜豆 尤其这个姜豆垂下来的感觉 很有意境 像突破了这个画面一样 姜过像一个河流 像一个瀑布一样 然后慢慢地流淌到这个河叶的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像是说好了 两边同时完工 摆好的餐桌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待 精美的食物被放置在工作室的 首座餐具里 我再不能说这些碗碟 看起来与吃饭无关了 此刻这一切是那么的完美和谐 这么好的美食肯定要与人分享 嘉宾到齐 还要有一个开餐仪式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餐桌的小设计吧 我用蔬菜插了一个花 感是来自于吴冠忠老师花的一个画面 还有这个油灯也选了一个白色 跟我们整个餐桌呼应 那让我们大秦也介绍一下今天做的菜吧 面前那一道是荔枝拌火腿 用了酸奶酪 吃起来是比较清爽 一只也是现在的十令水果 这边是沙葱 它有一种韭菜跟葱的结合体 但是它完全是没有辛辣味的 这一道冷菜是用了昆布和柴鱼花 去做的高汤 加上了一些生抽 去把它腌制了一个晚上 里面是曲皮的小番茄和茄子 藕袋炒猪颈肉 藕袋同样也是现在的必吃的一个蔬菜 那我们就开动吧 美味当前 因时而去的人们相视而笑 开始细细品尝着精心准备的餐饭 对佳瑶最大的敬意和夸奖 就是一点一点地把它吃完 桌上气氛融洽 我以为都是熟人 没想到也有跟我一样第一次来的 有什么吸引的地方 我有关注到蘑菇的是果蔬 然后做成一个艺术装置的一个作品 我们平时用来做菜的一个青椒 他把它做了一个很艺术的创作 今天看到蘑菇星座的这个 我们日常会觉得 孔佩律是一个很俗气的颜色 但是蘑菇 搭配出了一个很雅致的一个感觉 不过更多的还是老朋友 我以前参加过蘑菇的大地野食 是从那个 大地野食啊 大地野食 这个餐桌的官方名称叫大地野食 是 就大概也是 应该是四五年前了吧 那次举办是在横沙岛上 当然也是第一次去横沙岛 都不知道上海附近还有一个这样的地方 横沙岛就是区别于城市 我觉得就是回归田野那种感觉 还是蛮契合它的主题的 以大地为餐桌去 野餐 当时我们用香草和花 做了一个餐桌 当时那天饭你有多少人参加 十一二个人 你们互相之间都认识吗 都是不认识 因为现在的话讲 可能当时的人都是艺人吧 从老朋友的口中 知道了蘑菇发起的艺术餐会 还有个好听的名字 刚才我听他们说 你这个活动的名字叫大地野食 能给我介绍一下吗 这个是我2015年开始做的一件事情 带大家到土地上吃饭 每次我们都会设计一些不同的主题 我们可以有画作的主题 电影的灵感 或者说当下这个季节的一个主题 家乡的风景也很漂亮 就想分享给大家 我的家乡是在上海的横沙岛 它还是一个比较纯粹 就是有很多田野森林的小岛 在土地上吃饭的这件事情 让大家更多地去感受司机的变化 有回归自然的感觉 可今天的餐会明明是在室内啊 野食在哪里 自己觉得把人们带进自然 再把自然带回城市 又搬到室内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向的事情 对于我们创作来说 也方便我们去实现 原来所谓野食 并不拘泥于室内室外 而是追求与自然的亲近交流 可与自然亲密了 那一桌陌生人之间如何亲密呢 一堆陌生人 彼此之间不认识 坐在一起吃饭不会怪吗 它也会有一些社交的属性 每一场聚会到最后的时候 都还气氛挺好的 本来不认识 然后通过这一场聚会 然后变成了很好的朋友 甚至开始了很好的缘分 大地野食推崇自然社交 没想到还无意中做过红娘 有两个朋友 他们之前也不认识 完全是陌生人 在一场聚会当中 他发现这个女生 是他在伦敦留学的时候 在路上偶遇过两次的一个女生 这么巧吗 是 一次是在马路对面 第二次他是说在公交车上 但两次他都没有去打招呼 然后那男生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在伦敦的那条街上 什么时候 出现过 那女生说是的 她在那边留学 她说我在那遇到过你两次 电影里的情节 两个人很快就开始了 他们的缘分 然后半年后他们就结婚了 不仅仅是人和自然 并且把人和人之间 链接在一起了 任何新鲜事物的诞生 都会被投以质疑的目光 大地野食也不能例外 一开始大家也不理解 说为什么要去树林里吃饭 为什么不能在家里吃饭 就一定要找点苦子 对吧 之前有做过一场聚会 主题叫文香书宴 在各乡村的小客栈里 以六个古人的书为影子 去设计了这张餐桌 当时有一个男生 他其实是受朋友邀请来的 他也很真诚地告诉我们说 其实他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聚会 他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别扭 所以我也都悄悄地留意了他 在交团中我也了解到 他小时候是练毛笔子的 所以我们让那位男生 领了一副铁 是桃渊明的桃花园记 再悄悄地说起来 最后在聚会的过程中 上完了五道菜 最后一个甜品 就是用桃花园记的灵感 做了一个桃椒 跟他下午领着帖 一起送给他 我也是希望说 能够唤起他一些 儿时的美好的回忆 最后他也告诉我说 他很喜欢今天的聚会 最终其实他会发现 原来这样的用心和仪式感 对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 小的意义 九年来 蘑菇设计布置了超过 一百场的大地野食 每一场的主题和形式 都别具心思 从未重复 有一次我冬天的时候 我就想着把我旅行中 看到的冰雪的画面 搬到餐桌上 所以呢 我当时的灵感 就是用香氛蜡烛 蜡油 去淋在我一个花艺的作品上 去模仿雪挂在 花上的感觉 旅行的过程中 看到的风景 通过这样的形式 去呈现在餐桌上 最近我去三亚 去做了一张山海游戏 三亚对我们来说 有海 还有山 当时做了一个像雕塑一样的 山在下面 然后珊瑚在上面 我在这个作品里面 又放心了一些小鱼 一边吃饭 然后还能看到小鱼 在桌上游来游去 就像说通过一张餐桌 带大家浅山入海 一顿顿餐时 一场场活动 都藏着蘑菇小小的梦 我也希望说 通过这样一张餐桌 大家会觉得 原来我在家里 这样的一个小角落 每天能够有不同的灵感 通过在餐桌上的创作 像一个小的展览一样 每个人都拥有一个 小小的美术馆 把餐桌变成展 把日子过成诗 蘑菇的生活态度 让我对今天的探访 亦有未尽 我今天还有一些时间 你能不能再给我推荐一个 你觉得很有意思的 作为我今天的下一站 刚才我桌上摆了两个油灯 也是一个艺术家的朋友做的 我蛮推荐你 去他的工作室看一看 好 油灯这个词 太有年代感了 现在居然还有人专门在做 那今天的下一站 我一定要去看看了 你好 我是蘑菇刚介绍来的 好 欢迎光临 打扰了 刚才我在他那里 看到你做了一个油灯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难道这些也是吗 对 这些都是 在我的印象里 油灯就该是 豆大的一点光亮 朦胧的 昏黄的放在桌子上 了不起就是蘑菇刚给我看的 那种小玩意儿 所以当小肖告诉我 墙上挂的这些装饰画都是油灯的时候 我还是浅浅的惊讶了一下 这些都是黄铜和不锈钢的 它每一个都是我自己去把它敲出来的 哦 这都是用手工敲出来的 今天中午看到的那个像个鹅蛋的油灯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哦 对 就是这样 我们有些它的底座 还是我们偏手工去制作的 像这个的话就像个 我们叫它小老鼠杯子 它翻过来就像个老鼠尾巴的感觉 还有些是偏手绘的 这上面就是画了一些油画在上面 这些都是你自己手绘上去的 对 不仅做灯还要提画 也难怪毕灯被我当成了油画 最近就是把油画的部分 跟我的油灯的金属的结合在一起 做了这个四颗闪灵钻的爪香 是一些油画的方法去画的 然后点火的时候 这边会有光阴的感觉 很多其他手绘的还是我妈妈画的 因为我母亲也是一个画家 像比如说这一只 哦 家学渊源的 正中间我们是有一幅很大的 是我妈妈画的一个全家福 上面画有三只胖胖像鸟样的 就是等于是我爸我哥和我 然后呢我妈妈等于是这幅画 这一幅的话是我爸画的 这画的是我养的猫 刚好当时是我带他出门散步的时候 那边我们就放油灯的地板上 跟他一起拍一张照 然后我爸说这个场景挺可爱的 就把我画的 看来小肖完美地继承了家族的美术天赋 这么多的灯中有画画中有灯 回忆时竟缓忽了起来 这里到底是工作室还是美术馆 我觉得你工作室的这个墙壁颜色的装修风格 包括这个大象啊 跟我认识的在上海一个意大利设计师 叫奥托 他的风格特别类似 这一只其实就是奥托 他跟普通美术馆做的一个合作的一款 真的是他啊 对对对 之前还来过工作室 奥托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没想到这里居然也有他的手笔 难怪我一进工作室 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但你这里跟他家不同的地方在于 已工作室里有很多中式的家具 我其实特别喜欢收藏这种前的五斗柜 都是一些很老的 然后之前他们是贴满了金箔 现在金箔全部都退下去了 这应该是洗漱盆放的那个架子是吧 对以前的那个洗脸盆盆 然后放着鸡在上面 我觉得有些软明明的东西还是挺可爱的 有个反差感 这么多的艺术品 差点让我忘了此行的正题 那你这些所有的油灯都是怎么做的 这些所有东西都是在我们这边工作室 哦 这在这里 直到进入这个空间 我才确信 这里确实是首座工作室无疑 哇 你这个工作室面积不大 东西是真全啊 什么都有 然后因为我本来是做珠宝的嘛 然后刚刚回国的时候 其实是想以珠宝的工作室去去做 但是后来就是做到一半 发现做装置教授特别好玩 工作室的材料越来越多 火枪啊 喷枪这些都有 下面是我们清洗的机器 超光机 然后这是个超声波机 然后刚好在这个工作室 所有东西都可以把它们做完 非常幸运 今天正赶上一支油灯的制作中 我现在正好要做个油灯的灯口 然后做的方法的话 我们就是会去切割一个这个铜管 再把它焊接在一个半圆上面 焊药它的溶点会比一般的 硬硬还要低 就可以把它焊接在一起 然后烧完以后 要去给它泡一下这个酸水 那现在这个零部件要放在哪里呢 我们就是放在这个里面 这一支的话 这边到时候会有个小的火苗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是放那个线箱 这边这个造型就是好像有一个人在打 那时候它头会轻轻往前轻一点 而不是那么饼得很直 对 就是这种感觉 精美如艺术品的油灯 背后有着这么硬核的重工艺 莫名的有一种技术之美 今天这支灯还没有做好 早就被订走了 并且它的主人还时不时的要来看看它 哈喽 哈喽 你们好 这位是 这个是我的长家 然后他今天想过来看这个 他之前跟我订了 这个买来是做什么的呢 送给我家长辈的 因为我家长辈比较喜欢这种形式的 我之前一直以为它可能是比较立体的 就是直角的 然后发现它前面还有驼背 就觉得很有意思 而且它这里还可以放香 那你最早是怎么知道它的作品 就是一个蛋 就是一个蛋是吧 我也是通过这个蛋 你知道它的 那你觉得它这个作品给你来说 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个人会觉得 如果说是像晚上回来的时候 你点个油灯 还是比较放松的 然后另外一个 像它这个油灯还可以加油 自己加油 就还蛮手工的 它其实可以反复地使用 因为它整理是不锈钢的 虽然从两人的对话中 我瞥见了一些油灯的使用心得 但这毕竟是小众器物 小肖是怎么走上 油灯制作道路的呢 其实说实话 油灯并不是家里需要的东西 假如是紧急使用的话 因为蜡烛可能更方便一些 油灯的话它的最特别 就是比如说 现在我们看它 它的这个烛火是特别的稳定 这个方圆感跟蜡烛 其实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而且我觉得确实是 这个完全可以循环利用 真的现在香薰或者蜡烛做得特别好看的 你想放在这里也好看 但是你不点它 那失去了功能 可是点完之后 这造型就没有了 我有个例子 我最后会点的东西 它原本是个炸弹的形状 做这个蜡烛的艺术家 叫Ted Norton 是一个荷兰的艺术家 当时是有一个 地表性的破旧的工厂 然后你要把它拆掉 它就取了里面工人 衣服上的那个扣枕 然后把它做成凶针 埋到这个蜡烛里面 所以你点燃点了点了 慢慢像炸弹一样 慢慢炸出的一颗颗小星星 所以当我点了一点以后 就很后悔 就不想再点了 油灯你真的随意地去用它 随意地霍霍它 它都不会出问题 因为它整体的材料 你也搞不坏它 出身美术世家 尊严油灯制作的小肖 一开始选择的专业 却与这两样都相去甚远 我之前在伦敦的中央圣马町 然后学的珠宝设计 从珠宝设计师到灯匠 小肖的人生轨迹 又是在哪一刻开始转变的呢 刚回国的第一年 我哥和我开了一家天品店 那个天品店 就是需要一些装置雕塑 那时候在想设计灵感的时候 就站在阳台外 看着隔壁的那栋楼 有些人家里灯还开着 有些灯家里关着的 然后就做一个抽象的楼 然后每一个门的地方 都可以点火 会像是有些人家开灯 有些人家关灯的样子 想感受出一种 你不是一个人的感觉的 一个装置雕塑 第一件作品就这样不期而遇了 从此以后 没有延续家族传统 又抛弃自己专业的小肖 走上了手作灯这条分岔路 那么他会得到家人的支持吗 他们两个都是画画的 他们两个对你 从一个珠宝设计师转行做 有什么想法吗 支持你吗 他们特别的支持我去干这件事情 从十四岁的时候 接触这些人的时候 十五岁的时候办了第一个珠宝展 最开始做珠宝也很好笑 是因为我的初恋女友 当时谁知道什么是珠宝 然后就跟妈妈一提 然后他们就 我会带你去上课 找他们之前读书的时候 认识的同学这种 然后来教我做珠宝 所以他们其实蛮接受我 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职业 艺术终究包容又相通等 晓晓和家人甚至还有了合作 去年七月份有个展览 跟我妈做了一个联名合作 是我做的这个板子 然后她来画画 因为爸妈都退休嘛 在家也没事干 也听好玩的 可以跟爸妈一起合作 我们策展的时候 比如说说我钉的钉子 都是我爸在钉 就我爸在当我们的工程师傅 然后我妈在家里画画 然后我就负责那个 班这里 第一次合作以后 就发现我跟我妈的东西 很合适 因为从小被他们的这种审美 去熏调下来 我觉得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会慢慢地偏向他们的这种风格 生活及艺术 用心生活的人是艺术家 仪式感和精致感 就是最伟大的作品 无论出走城市 复返自然 还是回到家中坐上餐桌 点一盏灯吃一顿饭 只要心怀热爱 哪里都是艺术館 哪里都是艺术館